林依黎, 這次我帶你去九州 我們要去看紅葉, 求愛情運 以及浸溫泉 只有這幾天哪夠?周易偉 去日本當然要吃好東西 看新鮮的還是特別的, 我也要吃 放心, 我還帶你去親親大自然 還有見當地的吉祥物 總之是你沒想過這麼好玩的九州 好, 三天兩夜九州之旅 出發… 九州位於日本的西南面, 四面環海 是日本的第三大島 由香港直飛到福光機場 也只要三個小時 九州一共有七個遠 這次我們就走一圈 九州, 我來了 第一站, 福光園 好, 那我們去哪兒? 不如我們猜包剪刀, 贏了我決定 包剪刀 我決定, 吃拉麵 好, 走吧 阿嘉, 我們是否去吃博多豬骨拉麵 雖然博多這裡是出名的豬骨湯底 不過今天帶你來這間 是鹽湯和雞白湯底 因為這裡就是網上人氣投選 福光市第一位的拉麵 好, 來到九州第一餐 等很久, 先吃拉麵 這個就是鹽味拉麵 我這個就是雞白湯, 即是雞滾湯 很香 我看這個湯是透明的 不過一入口, 油脂味超香 我很喜歡這個湯 這個簡直有點像香港的老火雞湯 你嘗嘗一口 我猜不到它這麼濃, 這麼足料 是嗎? 整口都是那些雞汁味 先把麵拆開 很滑, 很彈 再加上鹽味湯底, 真是很棒 很棒, 讓我先試叉燒 我喜歡這個叉燒 我喜歡這個麵多一點 因為咬下去, 油脂很均勻 我早早以為一定是豬骨湯底 我吃完這個麵後,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不是 這個, 真是很驚喜 真是好吃 麵就吃完了, 接著你帶我去哪裡 帶你去那些女生最喜歡去的地方 免得你一會兒又說我認識日文 也不帶你到處去見識一下 我只會有一個人 一會兒就說, 有些地方女生一定要去 不就是求愛情 放心, 這方面我很熟悉, 方便 Michelle, 認識你這麼久 經歷時大節 不是自己過就約朋友, 乾淨地的 來這裡, 水田天滿宮 後面的戀木神社, 求戀愛運 求戀愛運而已, 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特別, 你聽清楚了 這裡就是全日本唯一一間 專門求戀愛運的神社 你去其他神社, 事業、健康 什麼都可以求的 這裡只是主打求戀愛運而已 你沒見過一間這麼浪漫的神社 我第一次見一間神社, 這麼多心心 別說你, 我去這麼多 我都沒見過這麼特別 連鳥居上也有心心, 真是很誇張 如果可以跟男朋友一起來就好了 讓我求神明保佑我 快點遇到Mr.Right 求戀神, 下一個指定動作 就是寫下賀碼和求戀愛籤 即是呢, 求籤不是說不好 不過我想增強戀愛運 難道真的要回去找蘇師傅? 這樣就沒用 這裡還有一棵樹可能幫到你 它很厲害 你好… 你好, 歡迎光臨 謝謝 這裡…這裡的大陸主持 你好… 謝謝 這是幸福一雲的木 名字自稱是一雲的木 在日本的祝福時跟一緒 左回合, 右回合, 左回合 三個回合, 會有很多種木 對… 請來 他說只要在這裡先向左多個圈 再向右多個圈, 再向左多個圈 多三個圈, 就會有幸福降臨 真的, 那我要逛逛 謝謝 這棵幸福一位之樹 除了樹齡有600年之外 這裡還是福江縣森林百選之一 但是圍著一棵樹走 又沒有東西待在手 玩壓運? 讓我回贈你一句 萬本大不走, 唯有邁如搜 有什麼特別的圈子? 不, 不好意思 這裡最有名的圈子是甚麼? 這裡是燒飾的圈子 圈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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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子圈子 正在圈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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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有可愛的圈子圈子 好, 因為很有趣 而且平常這些圈子圈子 裡面有一個圈子圈子 但這個圈子開了一個神明 已經住在裡面 這個很有趣 而且也很漂亮 對 除了圈子圈子圈子 除此之外, 來到暖木神社 還有一個必賣點 就是這個, 暖木 我叫Hoymugi 我叫Hoymugi, 混合在煮 煮在煮紅色的麵糰飯 只要吃完幸福的話 如果把這個加在白米裡煮 整鍋飯會變成粉紅色 真的可愛 這個我要 請問 謝謝 周圍偉, 天氣這麼好 我們來行山 不… 我帶來玩Forest Adventure 即是森林歷奇 你知道嗎? 日本人很流行玩這些東西 難得來到九州這麼漂亮的深山 不飛、跳、怎麼對得起自己呢 話說回來 你待會不會去腳軟的 我不會幫你的 我腳軟? 到時你不要叫我幫你 我會怕那麼大, 我帶來你玩的 走吧 你好… 我們來玩Forest Adventure 是, 去看看 高的地方是15米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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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厲害嗎? 打幾米這樣撐過來, 15米 看著很刺激 冷靜點, 玩Forest Adventure之前 一定要聽清楚教練的講解 不過你為何要來到九州私道這裡玩呢 因為日本人很流行去一些 叫做Power Sport的地方 吸收大自然的正能量 再加上你覺得這裡 像不像進擊的巨人的場景 阿珈, 你別想念進擊吧 看清楚, 扣好安全、扣味 好嗎? 好 好, 我們要出發了 走吧 走吧… 我們穿了一身裝備, 看起來挺帥 Michelle, 教練說正式玩之前 要先上寶寶班50下 過了, 就可以向15米高挑戰 我剛才好像掉下太陽 雖然教練說這裡有很多女生來玩 但我想這個女生應該是這麼多女生 玩得最差 我還沒開始, 我也覺得是 有沒有覺得我走得好過來? 沒有 我沒有震 你別說那麼多話 我真的不相信她待會飛下來 那一會比我漂亮 好, 走吧 走, 周若驊, 看到沒有? 林依麗, 你不要那麼突然 待會兒走木橋, 跳城網 還有滑索的時候, 你不要吵嚇 我現在就上去第一關 看我的表演 上去看看怎麼樣? 到第一個檢查點 雖然有點喘氣 還有, 不要開玩笑 原來這樣看起來真的有點高 你好 上來這樣看, 又不是很高 這麼大口氣? 好, 出發 加油… 這個很簡單 你小心一點 我告訴你, 我一定比導演好 好, 再見 再見 不過真的有點害怕 你看…這麼快就說害怕了 你打算你現在考到馬戲團了 一看就知道她平時不運動 這個運動… 呼吸要鐵條 你不要再說什麼, 林依麗 這個運動就沒關係 我叫你呼氣再吸氣 你叫我三仔嗎? 其實…我看她走成這樣 我現在有點害怕 但不要跟她說 剛才…你不要開玩笑 這樣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我中間有幾個位置 都覺得只是會掉下去 我不信林依麗, 行 看看她就知道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這個比較輕鬆 我覺得這個比較輕鬆 真的嗎? 我覺得… 你搭得正一點, 你的腳被歪了 你不要再說歪 你一說歪, 我就很害怕 其實… 救命 我要再說一句 林依麗平時真的很少做運動 她應該…你應該… 吸氣, 呼氣 我跟我說, 我… 你不要看著腳 稍微一點… 我到安全了, 行 對, 小心… 坦白說, 真是難過剛才那個迷你版 我們快去走一個吧 我現在會跳過去 現在會跳過去的 我現在會跳過去的 是 林依麗, 你第一關都害怕成這樣 然後這個泰山飛跳, 行不行 不如叫導演跳吧 剛才我跳過去的時候, 林依麗在旁邊… 他會… 快點趕快, 你還說 我過去了, 好 來, 開始 開始 1、2、3, 開始 敷衍 我好像跳流似的 他下來的時候, 有一段是… 那條繩還未開着 你真的像B球一樣的 這邊的時候都有一點可怕 我猜到我有兩、三秒後 你會覺得自己跌流這個草叢 你知道最難的不是過去 而是說服你自己要跳下去 好玩的, 沒事的 Michelle, 我幫你數 好 1、2、3 其實剛剛是害怕的 因為真的有跌下去的感覺 但反而撞上來之後再飛出來 真的好像飛一樣 那一刻比較舒服 不過我一開始真的害怕 你有沒有發覺一開始是喊不出聲 你覺得你要謝謝我幫你數1、2、3 你真心, 謝謝 來…不行, 不如我再跳一次 我當然不會再跳一次 前面還有這麼多東西玩 我一點也不留戀這裡 你害怕就害怕 接著要走上那個木橋 再走上這個木樁 然後就可以像教練一樣 一下子滑下去 這樣就完成整個課程了 你看教練, 滑得多人享受 剛才我這個寶寶玩輸給你 我這次不會輸 我會很優雅 你要帥氣一點, 好嗎 我會很帥氣的 看著, 1、2、3 你很快 撞了 怎麼兩次都是這樣 太過分了 我又再一次再給林杰 我相信他待會不會這樣踏下來 好, 來吧 我已經出發了 1、2、3 你看好帥氣的, 你看 好快, 飛了 好, 好, 成功 好, 成功 太棒了 好, 太棒了 我先走 好, 我看好 去玩吧 小人不怕 剛才玩完森林歷奇了 來到獅島還有另外一樣東西是必做的 就是去蠔小屋, 吃在這裡有名的燒蠔 即燒, 即開, 即食, 是不是很棒? 聽起來真的很吸引 你看這裡, 整把朋友來也有 一箱一對來也有, 很熱鬧 別說這麼多了, 你看看蠔多新鮮 還有, 你看, 帶子, 海螺 每樣都好像很好吃 那我們快點選幾碟漂亮的 找個窗口為燒來吃吧 3、2、1, 好 哦, 哈哈 Michelle, 這裡的蠔是直接出口 去香港的五星級酒店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用超值的日本街坊 來享受五星級的食材 那我們不要撿輸了 來, 又要你燒, 我就負責吃 有沒有 這隻蠔很肥, 整個滑入我的口裡 你試試試 好甜, 通常是生蠔才會有那種甜味 但這隻熟了之後, 裡面還是鹽 我沒有加任何醬, 它都有海水味 我覺得已經夠鹹了 真正, 生蠔很大 對 很棒 我先試這個 很大, 正 開動 好甜 很幸福 裡面的肉剛熟, 所以是有那種嫩 到我了 我真是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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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很不錯 吃到這麼甜的蝸蝸 還有這麼美的海外 這個風味真的不錯 阿Jack, 你真的沒有介紹錯了 吃完這餐五星級的蝸蝸 真的很好吃 真是心情都好看 斯島除了有五星級燒蠔吃之外 沿岸還有不少咖啡店 每天都會上映一幕九州的夕陽 一邊喝著一杯東西 一邊欣賞這片美景 這就是人生性的質素 乾杯 剛剛好開場 可以看這個很美的九州日落 我覺得很放鬆 是啊 我們來到日本都很晚了 一定要吃薩薩米 簡單,整個日本通街都是薩薩米 不過我想吃的特別一點 特別新鮮 特別新鮮 有,讓你即釣,即湯,即食 不過要你自己釣 那你剛剛又不釣回來 這麼晚了,難道要回海邊嗎 是豬豬,釣魚一定出海了嗎 是呀 整隻船在餐廳裡,搞甚麼 這裡叫釣魚居酒屋 可以吃又可以玩 你說要吃新鮮薩薩米 現在即釣即食,還要在市區裡面 可以了吧 這裡真的很多魚 林依黎,釣魚不一定出海 外面天寒地寒 當然坐在這裡暖粒粒 挑一條好吃的才釣他們上來 喂,阿渣,不如我們比賽 看看誰釣得快 輸了那個,這次他 好,那你把銀包拿出來也行 1,2,3 來…魚… 魚大哥,這裡… 這裡… 來… 這麼快? 走… 它掉了 走下去… 喂… 魚不斷吃掉我們的舌頭 為甚麼你們這麼聰明 還是我們太笨了 不是我們,是你而已 又不見人家釣不到 你看看那邊 這麼大條人家也能釣到 湯姨黎釣魚是講耐性的 你再吵,吵了那些魚 那我怎麼釣呢 你這麼怕,不如去旁邊的格仔釣吧 罵而已,一定釣到的 好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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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師父 師父,師父,師父,師父 師父,師父,師父,師父 師父,師父,師父 謝謝… 謝謝 五分鐘前,他還在下面游 五分鐘後,他將會在我的胃裡游 還有廚師幫我們即場湯姆做sashimi 真棒 我要吃… 我覺得他很彈牙 我剛才吃自己釣的魚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特別甜 也不錯,其實這樣釣上來 最初新鮮,是在香港找不到的 一碟便夠我們吃 所以我還叫這裡的大廚推介 活油魚sashimi 你看,你看,它還在動 這個很棒 很爛 跟平時吃的不同,平時的比較軟 我覺得你的臉部的肌肉是在運動 真的像香後膠的效果 對 那你快點吃多一點 你要這個,那我吃這個 天鮮… 來吧 Michelle 日本人吃完飯就很流行有二次會 不如我帶你去感受一下 福江的二次會文化 我們去屋台,好嗎 說起屋台 之前我有找到一間叫做俊男屋台 很想去的,不如你陪我去吧 好,反正我也想吃東西 你看你俊男有多美 屋台文化在福江很流行 下班和同事,又或者三五支的來喝杯 不僅壓力少一點,還是一個聯誼的好地方 英俊,很帥,應該是這間 你有聽過我說話嗎 你好… 進來… 你快點讚他人家 很酷 很酷 大佼先生,有什麼推薦嗎 推薦是豚骨拉麵 豚骨拉麵 好… 請拉麵 是 認真的男人,最英俊 你看他煮臉的樣子 背部,你也看到 你不明白的 對…認真的男人最英俊 我認真的看著他煮臉,我也很英俊 你別讓他罵我 阿扎,你別這麼小器 你看看這碗麵 這麼快就做好了 看起來很好吃 很嫩 好香 他煮這個湯給我喝,應該放得很輕鬆 每個人都是這樣煮的,讓我嘗嘗好 開動 真的很好吃 我喜歡他有蔥,放在湯上去的時候 很香蔥法的味道 我喜歡這個湯 你看看,整碗都吃光了 我英俊,你喝湯就飽了 坦白說,其實我覺得那個英俊 在20年前,我真的英俊 這碗拉麵是好吃的 不過… 不過要為你們的男生著想 我知道 讓我帶你去一間美人屋台 美人屋台? 真的還是假? 好,謝謝 阿拉伯 阿拉伯 太好了 等等 為什麼… 你不是說這裡是美人屋台嗎 對 不好意思,這是米人屋台嗎 그렇게叫,米人… 米人… 她叫什麼美人嗎 不是,老闆是美人嗎 很美味 謝謝 不要… 不不不 好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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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說因為他的食物有骨膠原 可以美肌 所以才叫美人屋台 你騙我 最多我請你吃這裡的招牌菜 補回素 怎麼樣?好不好吃? 這個很彈 我都吃了這個不用吃飯 很棒 10個讚,很棒 很棒 喂,Michelle,有發言 旁邊真的有美人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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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吃 你幫我幸福著想 我謝謝你 你自己吃吧 旁邊… 旁邊… 來屋台最棒的是認識很多朋友 尤其是認識美女 謝謝你介紹 對… 旁邊… 旁邊… 如果我在這裡坐一晚 可能有10個美觀衣櫥 我不會走了 你等待自己走回去吧 你有搞錯 真的… 有異性沒人性 對 下一集 我跟Michelle 去到座學園 變身日本忍者 還有專業忍者一對一 向我們傳授忍者絕學 我們還會去到長崎縣 跟著當地漁夫出海捕魚 還有,看看魚多大條 我這麼大,我從來沒試過被人鬥巴星 我竟然在日本被魚鬥巴星 剛才跳過去的時候,這個人在旁邊 我看到他的腳震動 我真的害怕,救命 不用怕… 你看他沒有樣子,我真的想打下去 走…快點走 我不想被人看見我們後面 你知道為甚麼嗎 哈哈哈哈 乾杯 你剛才也看過靚仔 我也有被人 你知道… 你知道… 我的名字是甚麼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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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男朋友的 是呀